魏英觉得自己怀孕生子都产生惰性了 左脑告诉自己 魏无限 你该去上班了 再不上班员工都要忘记老板的样子了 右脑却说 没事的 你都花了五六年时间拼搏了 现在难得休息 怀孕期间不算休息 那叫为创造国家劳动力而奋战着 只有现在这样 不用工作 不用带娃 也不用做家务 为所欲为的逍遥日子才叫休息 不过这么一想 自家老公才是真正没休息过的人 他怀孕 他伺候着 他生病 他交心烂额 他好了 他又要带娃 魏某人突然良心发现 孩子他爸真是太辛苦了 蓝湛 你有什么愿望吗 蓝旺基正在婴儿防护儿子睡觉 魏腰紧一阵风险进去 搂着人的腰突然来这么一句惊悚的关心 蓝旺基下意识就是迷起眼看人 不是他不相信某人 实在是某人难以让人相信 魏英 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情 魏无羡 哑口无言 魏英 不管你做了什么 别怕 没事的 我会帮你 某人一言难尽的表情 更证实了蓝旺基心中的猜测 蓝旺基 难道我在你眼里 就只是一天天只会惹事的人吗 倒也没有每天 声如文银的声音 瞬间让某人跳脚 蓝旺基 你 魏英深呼吸一口气 晚上继续睡书房 蓝旺基 大受打击 魏英 宝宝 我已经睡了三天书房了 这话一说完 怀疑眼睛迷到一半的小家伙 突然睁眼 痴痴笑了起来 小嘴红嘟嘟的 三个月的小脸养成了大馒头 白白嫩嫩 让人看见就想入啊 可此刻蓝旺基却想揍人 你这小子 别跟老子说这只是巧合 自从上次帮老婆 还是帮女儿事件后 蓝旺基就再也没机会进过老婆房间 好不容易三天期限一到 他从早上一睁开 想到晚上能抱着老婆软乎乎的身子入眠 激动了一整天 结果此刻 脑海里的幻想像泡泡一样 破灭了 魏英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重新问一次 嗯 浅眸可怜又无助 魏英心软了 行 再给你一次机会 听着 好 蓝旺基乖巧点头 必定站好 连儿子都扔回床上去了 让你笑 嗨嗨 魏某人装腔做事清了清嗓子 一秒变样又变声 声音像带勾似的 勾着蓝旺基的心肩 蓝湛 你可有什么心愿 蓝旺基重重点头 半秒都不耽搁 哟 是什么 魏英眼睛一亮 蓝湛有愿望 他帮他实现了就算犒劳他了 我想 晚上抱老婆睡觉 空气凝固了十几秒 魏英脸红耳赤 蓝旺基 你能不能争气点 你这个 色鬼 一天天脑子里竟是黄色浆料 连愿望都这么的肤浅 某人跺跺脚跑了 独生蓝旺基和儿子大眼瞪大眼 这 怎么就色了 那天晚上 蓝总自然是抱得老婆睡了 因为他家老婆比他换色 要不然那一大箱假发如何用得完 不过 蓝旺基心中也有苦 老婆戴上假发后 他只敢看正面 后入室的快乐从此与他无缘 因为看着后脑勺 他总会 不拒 那头假发让他总有种身下之人 是别人 的错觉 可是魏英每次行事前一番精心的打扮 他又不好让他失望了 所以只能通过变换场地来调节新鲜感 可魏某人却以为 蓝旺基是因为他戴了假发 而激发了身体狂野的潜能 连阳台都敢尝试 于是 他一时兴奋 又采购了一箱假发回家 某天 蓝旺基刚从公司回来 自家老婆神经细细 又满脸兴奋地把他拉回房间 老婆想他了 结果 那一大箱 都有 据目测 不少于一百顶 蓝旺基瞬间头皮发麻 他觉得自己需要挑个黄道吉日跟老婆坦诚不公 他还是喜欢原汁原味的 不喜欢这种狂野又妖娆的 他喜欢平时自家老婆清纯呆萌 时而还有些猛圈的可爱样子 那样子的他 更让自己身上显激素猛爪 就想欺负他 狠狠地欺负他 尤其是当某人躺在他身下 眼角含泪 委屈又可怜时 让蓝旺基瞬时升起满满的怜惜之意 想好好爱抚他 疼爱他 于是力道更大了 某人的泪掉得更凶了 事后 求饶道歉 保证下次绝不再犯 至于下次嘛 还会有下次的求饶 转眼间 周末到了 蓝院小朋友的满月夜如期举办 安排在酒店不够温馨 所以最后决定还是在蓝家的大草坪上办 蓝旺基的别墅那边还有游乐场 带了小朋友的宾客 可以把小朋友放在那边 会有管家和服务人员照顾着 这样一来 大人就轻松了 三个月大的小蓝院已经相当活泼了 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转 不笑的时候还挺严肃的 但小嘴一跃开小脸整个灿烂了起来 大家纷纷笑说 看来这二胎亚还是随了魏无羡的性格 蓝家二公子的基因虽然强大 却还是被老婆打压了 对于蓝家全体人员来说 这却是众望所归的好消息 就连蓝夫都嫌弃自家儿子 可是我的眼睛像爸爸 弟弟不笑的时候也像爸爸 一旁的魏默默同学看哪家都嫌弃他爸 有些不乐意了 谁说爸爸不好的 他就很喜欢爸爸 爸爸又帅 脾气又好 对家人有贴心 对老婆就更不用说了 那叫一个宠道无法无天 老师说了 有些东西不能只看表面 他跟他的好朋友描述了自家老爸 溺爱老婆的场景 他的同学纷纷表示羡慕死了 虽然他们的爸爸也不错 不过也做不到像魏默默口中说的那样 他们还说 若是默默有哥哥就好了 一定也会是世纪好男人 他们一定会倒追 可惜了只有弟弟 还是个穿纸尿裤的 他对国家人 对国家人 很好 你 几乎